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想必大家住在加拿大肯定会受到浴血的一个影响 每天早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起床 禅血的一个过程 禅血之后满身的汗还要去工作 特别的困难 那正好今天圣诞节 然后多伦多这边也下雪了 我来实现我一直以来想要实现的一个计划 来教你怎么快速的把这些雪从dry上弄走 当然你需要一块布 这块布的话不仅能够保温 还能够一起两个人可以一起把这个 两个人或者四个人吧 每人一个脚 把这个雪一起抬走一起放在这二位的旁边 我觉得这个速度会是非常快 然后雪的重量四个人抬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非常可行的一个方法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加拿大建国有几百年了吧 没有人在dry上可以修一些什么布啊 或者一些拉条啊 这样种铁板之类的东西能够一开一盒 或者一个电动驱动或者手动驱动的一个装置 能把雪一瞬间从dry上给弄走 我觉得这事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可以请去那个王独渝那边投资一下 看看到底是不是沃龙凤楚今天 那今天呢就把这个布展开放在dry位这边 然后我们看看第二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主要是我这一个人在家里面搞这个东西 可能会比较那个一些 如果是电动手动的话 可能会更加方便 其实一个人也还好 但是这个布的话就没那么大 另外布就是一个queen size的一个床单 应该有king吧 反正挺大的 半个dry位应该可以照到 ok 那我们看看明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 第二天到了 这雪真的是上了一个晚上 下了还比较厚吧 可能那没有10厘米 但是也有大概5厘米左右的一个雪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毯子 很奇怪 这毯子覆盖的去的话 雪都比较薄 可能是因为它keep住的那个地热 所以说这个毯子不仅能够快速出雪 还能够融化一点雪 让你出雪量没那么大 而且你如果你不想把它弄掉的话 你把从车倒出去之后也不会 你知道就不会产那种什么 车把雪压很厚很难产的这种情况 你压过去没关系 反正一个布可以随时把你给拿出去 等你回家之后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说我只能这样卷卷卷走 也非常简单 感觉唯一的话就是可能手有点太冷了 大概手道会比较好一些 像卷像卷那个吃的那个春卷 那个面包蛋糕一样卷走就好了 大概也就只秒钟的时间 一分钟不到就很快 如果这个再长一点的话 我估计两三分钟 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 车外上的雪全部都放在旁边去 是非常好的一个 然后再抖一下就把雪抖走 然后还可以循环使用 那其实还就是这样 差不多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除了手有点冷之外 其他都还好 就车外上雪就没有了 就非常的轻松 而且也不怕什么车压过去 一些什么东西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同样的想法的话 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生态节快乐 新年快乐 房屋需要关怀 生活如此有爱 关注Gary一起用心生活